活胯不是说柔韧性更好 你脾开刹 横刹竖刹 那不叫活胯 那就你的柔韧性好 和上一节课一样 活胯是当你受力的情况下 身体依然可以灵活的滚动 像是一个球一样 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太极拳中的单边 单边的这个动作 当你做好这个动作之后 如果你的腰胯是灵活的 你依然可以继续的做任何各个方向的动作 例如左右 这是左右的旋转 上下的翻滚 上下的翻滚 前后的铺撞 所以它依然是很有力的 让我们的一个助教 从我们后边推我们的身体 如果你的腰胯不会动 对方推 你一下就站不住了 但是如果你的腰胯会转动 让它一受力 我们就不给它的力点 一直在左右的旋转 上下 前后 让对方使力量 但是它不好使出来 然后同时扩度到背上 过度到背上也是 当它一 如果我们腰胯不会动 对方推 对方立刻就站不住了 一下就把我们推开了 我们平时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让对方慢点使劲进行训练 对方加劲 那么分开它的力点 左右上下 前后 上下的 多分一下 把它的劲给它分开 不能让它找到你的力点 不让它使好劲 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训练的方式 加微信 使用行议的拼音 获取行议权 公义教学 那么它可以更好地调节你的重心 特别是向对方 搭住手之后 它想 向对方打一个直拳 我们挂住之后 它肯定不会等着你 它这个手依然想破坏你的重心的 那么我们的身体的关节可以继续动 那个时候也不会等着 它也想破坏你的重心 那么我们身体依然可以带过来 打击过去 所以这都是活开你身法的一个好处 另外呢 这些动作可能在你的揉和摔 揉和摔之中起的作用也很大 所以它并非是无用的 以上呢 是我们分享的这个活跨的 对于我们身体 包括对抗训练的一个帮助性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加微信 使用行议的拼音 获取行议权 公义教学